身后这个男人 平常给魏英的印象都是一副高冷静欲的模样 可在这样曼妙的夜晚 这样私密的空间里 他无论哪个动作似乎都变得性感撩人 都能让魏英脸红心跳到快要窒息 更何况 他们才刚刚洗完澡 他这样抱着魏英 一股伴着轻蔑檀香味的男性荷尔蒙 正无孔不入地侵袭着魏英的神经 就能怪魏英会想入非非了 会什么 蓝湛的声音在魏英耳畔响起 明明是很正常的访问语气 偏偏又似有若无地透着暧昧的一位 魏英闭了闭眼 在心里把自己骂了一遍又一遍 满脑子黄色废料 问的这是什么问题啊 蓝湛见魏英没有回答 且身子先是站立后又紧绷着 像是明白魏英在想什么了 搬过人身子 宠溺地揉了揉他直顺的额前刘海 认真道 我会等你 等你全身心做好准备的时候 蓝湛看得出来 魏英是喜欢女生的 喜欢她 对魏英来说可能是个意外 魏英接受她 如同她接受魏英 必定也是经过一番心理挣扎的 她的小玫瑰啊 有热情奔放的一面 如醉酒那碗 也有腼腆含羞的一面 如此时此刻 教她如何不着迷 等什么啊 对和蓝湛的进一步亲密接触 魏英心里向往又忐忑 嘴上却不肯承认 在蓝湛怀里转了个身 指着那些钱玫瑰说 我问的是你会制作钱花吗 这些钱花是你做的吗 你以为我问什么 打死都不能承认自己刚刚在想什么 才第一天 气势上局不能输给蓝湛 不要紧张 不懂也要装懂 蓝湛也不戳穿她 顺着她的话回道 我做的 喜欢吗 魏英深怕这些钱花 也是因为小魏英而做 耿着脖子说 马马虎虎 是吗 蓝湛的音量瞬间低了八度 我是为你做的 十亿朵 一心一意 魏英确定不了蓝湛有没有混淆她和小魏英 试探着问你什么时候做的 明知问了也确定不了 但她还是想问 你不理我的时候 蓝湛的声音透着无限委屈 却有人比她更委屈 魏英轻哼了一声 你不也不理我 如果这次不是我误打误撞 一时激动说漏了嘴 你是不是打算就这样各自安好了 魏英有一本记账本 从读高二她就开始再用它 很久 很久 她会在上面记录每一天的支出 收入 算算发兼职工资的日子和剩下的债务 离开一蓝小住以后 她每天在记账的同时会在上面画出件蓝湛使她 画给蓝湛看的那幅简笔画 小王子与玫瑰花 只不过 多了一只狐狸守在小王子的身后 虽然很想念蓝湛 但背负着那么多债务 她是不会主动去联系蓝湛的 而且 她已经试探过蓝湛三次 第一次问蓝湛她有什么特别之处 蓝湛说她是蓝叶的老师 第二次问蓝湛以后管得着她吗 蓝湛坚口不严 第三次直白地问蓝湛为什么不谈恋爱不结婚 蓝湛说她管不着她 既然如此 她又何必再次讨没趣 自取其辱 话到第四十三天时 蓝湛终于来找她了 却只是来找她讨书的 那天 她也确认了一件事 自己真的是那只被驯养 后来被抛弃和遗忘的狐狸 想起那段心情灰暗的日子 一阵酸涩涌上卫英的心头 她的思想钻入了一条阴暗的胡同里 蓝湛既然喜欢她 却只找过她一次 大概是不够喜欢吧 她对蓝湛来说 或许是可有可无的存在 是蓝湛便寻不到小卫英时的安慰剂而已 想到这里 心中的隐匿灯食荡然无存 她动了动身子 想要离开蓝湛的怀抱 蓝湛哪里会看 她拥着卫英腰身的那只手 说地说得很紧 另一只手爱脸的俯上卫英的后脑勺 薄唇轻轻压着那烈焰的唇瓣细细辗榴莲 像在对待一件西式珍宝 不是 蓝湛笃定地回道 你一直在我心里 有爱总会相遇 失而复得 太过意外地惊喜 她和卫英之间 像是根基还没夯劳 便开始雷起砖头 让她心里隐隐有着不安 卫英刚才的推剧 仿佛是一双无形的大手 反复揉捏着她胸腔里的那颗心脏 她急于示爱 恨不能把心捧给卫英看 她短短一句话 胜似一道光 照亮了卫英的心房 引领着她走出那片胡同 你一直在我心里 有爱总会相遇 卫英一直希望 有那么一个人 从茫茫人海来 住到她的心里去 然后告诉她 她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将和她永不分离 会和她分担寒潮 风雷 霹雳 与她共享物矮 刘兰 猴迷 她希望蓝湛是那个人 卫英低了低头 因为刚才的吻想起了一件事 她微笑着问 我喝醉酒那晚 是你对不对 我不是在做梦 你记得 而且知道是我 喜色在蓝湛的脸上样开 愣 只是记不太真切 当时你坐在我怀里 一声声地叫我哥哥 让我抱你 蓝湛回忆着 声音很温柔 她拥着卫英走到床边 两人像那晚那样 面对面坐在床眼上 我喝醉了 无法控制自己的言行 你别当真 卫英脸颊上 弥漫着一层羞红之色 当时我 我有让你 吻我 蓝湛不敢回答 她不会撒谎 但也不好意思承认是自己先动口的 但卫英明白了 笑她 好啊 是你主动的 趁人之威 那可是我的初吻 我也是 蓝湛心中欢喜 抓着机会将自己和卫英捆绑在一起 所以你要对我负责 卫英双手攀着蓝湛的脖耿撑道 你自己吻我的 为什么要我对你负责 对了 我为什么会叫你哥哥 不喜欢这个叫法 因为小卫英 她不喜欢这样叫蓝湛 陷入爱河的人 就是这么小心眼 蓝湛配合着问 你想怎么叫 卫英想了想 叫二哥哥怎么样 你在你家排行第二 好 蓝湛弯起唇角 将卫英往自己怀抱深处搂了搂 卫英把头倾靠在蓝湛的肩上 闭着眼问她 以后你怎么叫我 走 시고 走